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233集 陆婷川再次醒来 已经是晚上七点 而且还是管家进来叫醒了他 望着窗外的一片夜色 陆婷川震了一会儿 路上 纳兰小姐那边还没有动静 是不是要过去看看 管家等了一会儿 见他心事重重便问了一句 管家虽然不知道 陆少和那个纳兰宇之间又发生了什么 但是早上进来的时候 房间里一片乌烟瘴气 两个人的衣物扔了一地 又睡在一张床上 管家是过来人 不用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管家这一天就没有上来打扰 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听庸人说 纳兰宇回了自己房间 管家寻思着 这俩人都迟迟没有动静 这才上来叫醒了陆婷川 去看看 再跟梁泽西拿两盒去吧高送过去 是 管家焊手 果然 陆少对这个纳兰宇还是挺上心的 管家离开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梁医生昨晚交代 陆少的伤口三天之内千万不能沾水 一周之内不能 行了 我不是笼子 陆婷川不耐烦地打断了管家的话 下床镜子去了卫生间 昨天梁泽西交代的话 他都听见了 陆婷川吃了饭 重新回到房间 他难得这样 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也难得晚上这么早就回房间 看着庸人换得整洁干净的床上用品 心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还宁起了眉 因为大脑里不断地重复着 纳兰宇口中那句 陆婷川 你技术太烂 不怕死的女人 居然敢挑衅她的技术 但是她的技术 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因此 陆婷川超级郁闷烦躁 最后 他拿起手机 给梁泽西打了个电话过去 什么情况 怎么样才能让女人舒服 什么 电话那头 梁泽西愣了一下 她是听错了 还是接错电话了 梁泽西把手机从耳边拿开 再三确定来电人 只听电话里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怎么样做 才能让女人舒服 喜欢 上演 呃 陪她 吃饭看电影 给她买钻石 买衣服 带她环游世界 或者 床上 不是 你是想问在床上 取悦女人 差不多 电话里 梁泽西愣了几秒 坏坏地笑了两声 那你得先告诉我 你要取悦谁 你他妈管我要取悦谁 反正不会是你 陆婷川怒了 本来就是很心不甘情不愿问的问题 她还那么多废话 真是且骂 是我的话 我可能马上会考虑从地球消失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什么样的天资绝色的女人 居然能让我们陆少 下功夫去取悦 谁说我要取悦女人了 我问问还不行吗 行 当然行 那你废话那么多 到底知不知道 知道 当然知道了 我还告诉你你算是找对人了 下面 我给你讲解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基础 接下来是一段长篇大论 陆婷川用了一百分的耐心听他说 可是 到最后 梁泽西却给他来了一句 总而言之 只要功夫到家 技术到备 女人嘛 保证 欲先 欲死 从此 那是对你 中毒 上瘾 陆婷川 咬牙 直接砸了手机 说了半天 都是废话 自己要是知道什么功夫到家 技术到位 还用得着打电话问他吗 他也是脑子坏了 这种事 居然还去问别人 陆婷川坐在沙发上这郁闷的时候 房门被人敲响 进来 房门被人推开 管家匆匆走了进来 面色凝重 陆婷 不好了 那兰小姐发烧了 四十度 陆婷川皱眉 怎么会发烧 不清楚 不知道 是不是身上的伤口感染了 陆婷川沉不走出去 来到纳兰宇的房间 推开门 一眼就看到床上的人 面颊上 扶着一层红霞 本就皱着的眉心又紧了紧 走到床前 手再自然不过地伸过去 在他额头上试了试 那烫手的温度 让陆婷川的眉头 拧出了一个穿字 让梁泽西过来 已经打过电话了 管家早就知道 陆婷要找梁医生过来 所以提前就打了电话 这会儿正坐等表扬呢 陆婷川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话 管家善善 不过陆绍表扬谁 通常都是以实际行动来表扬 口头表扬对于陆绍来说 都是废话 大约十五分钟的样子 梁泽西赶到了 近来一句话还没说 就被陆婷川直接逼去 给纳兰宇做检查 梁泽西也是一肚子委屈 愣是被他给塞了回去 给纳兰宇检查后 得出结果 肩上的伤势出现感染 引起的发烧 梁泽西直接问陆婷川 你是不是又揉腻人家了 陆婷川面色沉了沉 只给他一记冷眼 没作声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他的伤势一个月之内 不能做剧烈运动 你是不是 说到这里 梁泽西欲言又止 觉得 说再多都是废话 还不如省点口水 他打开医药箱 给纳兰宇处理发炎的伤口 本来伤口都已经结痂了 而且很快就能痊愈 这下好了 被陆婷川这么一折腾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把严正给削下去 再结痂 让他更难想象的是 陆婷川到底是发了多大的疯 把人折腾成这样 结痂的伤口 都能被他给折磨破开 到感染 他这个臭脾气 真不知道以后 哪个女人能想得住 处理好纳兰宇的伤口 因为感染程度比较重 只能输液消炎 梁泽西给纳兰宇打扰针 一大瓶水 至少要挂一个小时 我建议你啊 弄个女人到这里来 我建议你这么一样 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 这边的保护 是什么 有所在的 还好